作為一個人家講的地方父母官 市長 我們不要講得這麼官僚或八股 作為一個民選出來的市長 最重要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現在有位市民已經 因為這樣的淹水的問題 他不幸喪生了 不論如何 市長是不是第一時間應該去質疑 結果他現在推說是因為 民政局長說不用去 因為家屬都離開了 而且檢察官還沒有檢驗 所以今天才去 但是他卻出現了在這個選舉的場合 而且我們早就在講說 這個韓國瑜你的上班時間 要注意一下 你的責任制 真的我覺得你敢講 我們也會 我們也敢聽 但是民眾聽下去 你能夠接受嗎 一般的中間警員可以接受嗎 然後你來看 從媒體這個 Eachity Today新聞雲 它所找的8月6號 你看10號市政會議 在韓國瑜9點41分出門 然後10點03分 車子才開到停車場 所以會議是遲到的 好 這個會議是遲到的 再來8月7號 私人休旅車是11點14分 才駛入地下停車場 然後11點20分 已經都快到中午了 再來看到8月8號這一天 下午 柯公館那麼公開行程 然後這個1點10分 韓國瑜自家駛出 然後再換市長的坐車 8月9號9點21分 駛入住處的地下室 然後9點23分換車離開 接下來是8月12號 11點43分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 大家對於韓國瑜的上班時間 好 韓國瑜講了 不要盯著我的上班時間來看 你應該看我什麼時候下班回家 來 我想問朗東 所以這是我們太放大檢視 看他上班時間了嗎 其實所謂的責任制 大家也都很清楚 通常是一般公司行號的高階主管 有事的時候你一定要在公司 你一定要在現場去處理問題 沒有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出現 好像大家也覺得沒關係 通常講到責任制 就是比一般上班打卡 公時會更長 因為你責任是更重的 你才會去變責任制 所以說韓國瑜有沒有責任制 顯然不是嘛 高雄是需要他的時候 淹水的時候 救災的時候 他都不在 所以說韓國瑜在高雄是什麼心態 我認為是代退制 就是有一些快要退休的人員 心態上比較鬆懈 對工作沒有熱情 所以說能請的假盡量請 不管是試駕 病假給他請到滿 這個就是韓國瑜在高雄 他不是責任制 他是代退制 我們也不是無地放死 其實過去早就整理過 他光是今年 請假你就繞到藏藏一大堆 到7月16號 就上個月的這個時候 他試駕已經請了64% 剩下兩天多的試駕可以請 接下來他就要請病假 更不只如此 因為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去質疑 包含一些泛藍人質疑 他說他吃喝完樂打麻將 不是說我們要高規格 檢驗他的這個私德 而是說他在整天遲到 3月8號婦女爵遲到 3月10號遲到 更包含說四星大學遲到 而且四星大學演講 這還不是私人行程 是對市政府請公假之後 要跑去四星去做演講 他又遲到 所以說韓國瑜他又遲到 又請假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很嚴重 因為有些時候 市政在關鍵的時候 你市長人就要在現場 才有辦法處理問題 像岡山這個案例 這樣的女歧視 實在讓人覺得非常的悲痛 我們不是說拿這個事情 去做什麼政治解讀 我們只是希望悲劇 不要再發生 那這個悲劇為什麼會發生 首先 市長他說 這個因為沒有到停班 停課標準 所以說 其實他不放是合理的 我認為這是完全 誤解法律的概念 因為按照目前這個法律來講 針對天災的上班上課 停班標準 其實你去查法條就知道說 只要你去影響交通通行 有製造危險的疑慮的這個時候 你就算沒有達到標準 一樣是可以宣布停班停課的 所以說台南宣布停班停課 那高雄跟台南這麼近 高雄一些偏北的這些地方 像是岡山 湖內這些等等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區域性的停班停課呢 這是我們大家第一個質疑 你沒有區域性的停班停課 才導致這悲劇發生 這是個直接關係 第二點是說 這個地方的施工 它背後是什麼 其實從去年開始的話 民進黨就知道說 這個地方長年可能會淹水 所以前瞻計畫裡面 不過2300萬 在這個鋼上的地方 去做治水計畫 這個工程計畫是這樣 所以說這是屬於市政府 屬於韓國瑜早就知道 這個地方會淹水 也在施工在處理的 那他沒有去關注這件事 甚至說他在高雄市政府 現在高雄市政府 在發包的這個時候 也就是韓國瑜上任之後 才開始發包 那你發包之後 那你責任要付嘛 你沒有把這些工程區域圍起來 導致說有機車騎士 騎過去的時候不幸 亮成那個災禍 那發生這樣的災禍 你其實還沒有任何反省 跟檢討的意思 你還跑去選舉的這個現場 所以我覺得這跟 這個真的是 完全講不通的一個事情 最後他說什麼 你那個他 就算說他只有10點11點 甚至到下午1點的時候 才出現 那但是呢 其實他在再加辦公 我只問一個問題 你不能再加造勢嗎 照這個說法的話 你再加什麼事情做 所以說他對他來講 人親身到造勢的現場 是最優先的 高雄市民就算是說 全台灣在暴雨當中 中南部暴雨當中 土石流紅色警戒 最多就在高雄 總共14條 黃色警戒的話 在高雄也是最多的 對市長來講不重要 我在家裡面辦公就好了 那所以 我們對他的一切檢驗 包含了麻將的問題 包含說 他是不是有 孩子有去喝酒的問題 不是在討論說 他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他是不是有玩人 而是如果說 你又打麻將 又喝酒 可是你每次 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都在現場 你就像超人一樣 你真的做到這一點 其實我們沒辦法攻擊他 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擔心說 你是不是應酒 喝酒應酬選總統 遠遠高過於說 在高雄市民需要你的時候 在淹水的時候 在出現人民安全的時候 你人都是消失不見的 這個才是我們最擔心的問題 這倒楣了 我 whistle策說 如果的是那種 他們很期望 我不是要